因为金华城当时已经有蛮多人在质疑说 这个过程当中不应该给嘛 好龙斌第一阶段是500多% 好龙斌守住嘛 马英九当时任命的监察委员 要叫市府要给嘛 后来是到了柯文哲上任 才给到500多% 好龙斌不敢给的柯文哲给了 徐晓鑫的政治敏锐度 怎么可能不知道这个有状况 但是刚刚这个书面咨询 就讲出他的大实话了嘛 他的心政 他的内心是希望把金华城当成都庚来做嘛 而这个态度就跟后来柯文哲给的是比较像 刚刚关琳提到好龙斌的态度 你看好龙斌怎么讲的 好龙斌就直接讲 因为柯文哲的市政府呢 真的把他当作都庚啊 可是好龙斌就点出里面的盲点啊 他在18年而已耶 而且你看好龙斌怎么讲的 好龙斌的讲法是说 金华城是自行拆除 不符合都庚条例哦 一个当过台北市市长八年的 现在好龙斌告诉你说 金华城是自行拆除 不符合都庚条例 好龙斌骂柯文哲 给予融机奖励根本违法 那请问徐晓星是怎么看这件事情呢 你再看好龙斌的讲法是说 这个金华城呢 他用老旧都市庚基条例的融机奖励 他只建了18年耶 他是因为经营状况不理想自行拆除 所以他完全不符合都庚的规范 所以好龙斌的话讲得很直接啊 那请问这个时候 国民党是要听好龙斌的 还是要看徐晓星的这个书面咨询的内容呢 我们继续看徐晓星 徐晓星他这样讲 他说我买这个房子 是希望照顾族局的妈妈啦 他说你们金华城的融机率是否提升 会不会提升到我现在的融机率吗 不会啊 然后说什么 我的房子未来可以卖六千万 刚管你的提醒我的 那我四千万就卖你啦 明天立刻交屋 范老师如果以徐晓星 所有对记者的回答 他其实希望告诉你们不要再问我 我就是要撇干净 但一般民众怎么看就知道 他其实提早了 搭上了金华城都更的顺风车 其实我们看到 他买了这个54年的房子 而且那个地方 他是不是说 因为他的公共设施比较少 这个一般人可以理解 可是问题是你是知名人物 你是立法委员 你的先生留言 你是台中市的研考会主委 你们可能会去住这种 上个楼梯还碰到人家倒垃圾的灵虚 我说他说我年轻我爬三楼没问题 他这样讲啊 可是问题是这种房子 基本上第一个安全非常有问题 他也没有像一般的 我们知道你看这个 这个高桃干他住在这个新竹的回建筑 那个房子为什么很安全 第一个你的车道是独立的 而且你下了车道 你坐的电梯是单独 你不会跟其他的住户混在一起 而且你门口警卫森严 你这个的外购的产品 你去付PONDA 全部都有警卫帮你先做过滤 不会直接就 直接哒哒哒的送你家门口 所以他是一个安全无余的安全 这个符合一个什么 一个公众人物的最起码的一个维护 所以你看 许晓星买了这个公寓 他既没有警卫 然后呢这个也没有这个保全 然后呢这个所有的这个 大家都用共同的楼梯 那我请问你 甚至连倒垃圾 我们看一般这种大的 那种豪宅式的这种建筑 你连垃圾他都把你处理好 你可以倒地下室 他有个非常有个冷 一个有冷气的房间里面 然后垃圾都分裂好 你还不用去倒垃圾 你不用去追着垃圾车 许晓星这个公寓没有 所以我觉得大家会觉得说 以你的身份以你的地位 还有你平常都用都是名牌 你怎么会去住在一个 54年的房子 大家会觉得 跟一般人的观感并不相同 而且如果你住在里面的话 辖区的派出所 会在那边设一个巡逻箱 因为他是议员 你是国会议员 国会这样做 因为你的安全很重要 所以就变成说 大家看到也没有这样的设备 所以就是表示 那个房子就空在那边 那你买了一个54年的房子 空在那边目的是什么 就是等都更 而且以一般人的想法 如果我真的想买房子 那一区我很喜欢 哪怕妈妈在附近 对 校园都应该买房子 对啊 一二十年还可以 对 五十几年觉得那个逻辑 有点 那个已经不 那个已经是安全的问题了 因为管路可能都已经 都已经不是很OK了 对不对 可能你管路都要换 而且不是你自己的管路 管路是一定要换 管路平均20年就要大翻修 对啊 20年为一轮 五十几年要翻两三次以上 那个房子 我说实在的大地震来的 一般的大地震 可能都住在里面 都不是很放心的 所以我觉得 大家感觉你没有住在里面 就是养屋嘛 那养屋为什么 就是等着整个沽根嘛 还有就是刚刚讲过 附近的金华城 一督根之后 水涨船高 你的房价也会起来啊 你就在附近啊 那地方我主要本上 才刚刚刚刚好开车进过 现在是黑黑的一片啊 但是那个地方 将未来有可能成为 一个国家级的铁路博物馆 你想看到时候 结合的这个金华城 结合的铁路博物馆 一卖下去 它就是一个非常庞大的 一个旅游胜地 那当然那个地方的房价 就起来了嘛 所以我觉得 你今天你既然是 想要投资 你要都根 你就老老实实 我觉得问题不在大小 关键在你的态度 你就在闪躲嘛 你跟一般人的想法 就是不同嘛 然后你还能找理由 来搪塞 所以如果你是说 真的是为了要照顾你的母亲 住于你妈妈的家很近 那你立马下去 可以搬进去住啊 刚刚刚的预言有说 在这个所谓的会议当中 徐晓鑫就有说 最知名的案例 就去年结束的 经营的金华城 他这边提到说 这个区域发展很缓慢 店家最近退出 居民们苦无都更的机会 所以金华城 为什么可以从本来 是所谓的都市计划的方案 跳到所谓都市更进的方案 这两个不符合规则 竟然能够符合到 后来变成符合都更奖励的条件 他也是帮凶之一 对看起来 他是站在保护金华城 都更的这样的一个立场 他推动金华城 一定要接受都更的条件 对啊 那问题是连郝龙宾都认为 金华城根本没有 这个都更的条件 跟这个 你时间不符合嘛 才18年嘛 所以连郝龙宾都是这样讲 那我不晓得 你今天徐晓鑫 你对于这位前市长的言论 你是什么看法 你现在是什么看法 所以还有就是贷款的问题 为什么你婆婆在屏东市的 那个透天措 大家市价不到一千万 你可以在台北富邦银行 贷到了一千四百五十万 这比你的房价还高 而且连三贷 大家觉得很莫名其妙啊 第一次贷也一样啊 也是2021年的时候贷 时间都蛮接近的哦 就民国一百一十年嘛 就是那时候他九月三号贷七百二十万 隔两个月九月十五号贷到四百八十万 你告诉我为什么 难道银行忽然良心发现 哎呀你婆婆的房子太值钱了 我们贷太少了 可以多贷 多贷四百八十万 结果呢 隔年的十一月 同年的十一月二十六号 又再贷两百五十万 总共贷了一千四百五十万 好那你看 这是屏东的案例 是台北富邦 现在他自己的房子 在台北一千八百万的房子 可以贷到一千四百三十万 大家觉得 怎么可以贷到将近八成左右 那还觉得好像跟 一般的银行的做法不太一致嘛 那所以我后来怀疑说 为什么你婆婆 跟你徐晓星的房子 给人家感觉 银行都是重欢处理 而我们一般民众要去贷款 请问一下 一个五十四年的房子去贷 可不可以贷到七成到八成 大家来带带看 我想如果有这样的房子的朋友 去带带看 反正带出来的钱 也可以做其他的投资使用 所以这就是很多猫腻 很多不合理的地方 会让人家怀疑说 你是不是因为你是台北市议员 你当时有这样的一个条件 所以银行给你特别宽松 因为是台北富邦 而这个银行里面 台北市政府有三席的董事在里面 他们对台北市议员 因为有特别的宽松 用这样的方式来给你 带更多的金钱 这是大家起的地方 你五十四年的厨 当时买1788万 第一次贷款 54年的房子 青皇兄一般 中古这么老的房子 能够带五成很厉害吧 还是不可能 一般来说 就是说这个超过 屋龄超过50年的房子 你要贷款要带到像这个 你用1430万回推的话 他大概是带到八成 那因为他还有第二次 再带197万 那你用这个两个 等一下起来就回推的话 那几乎带到九成 我现在讲没有错吧 因为他到五成 五成 五成还有可能算正常 这到八九成 对就是你要带到八成这件事情 除非你的两个条件好 哪两个条件好 一个是当事人的信用条件非常好 第二个是这个物件 这个房屋可能是在比如说捷运的旁边 那两个条件很好情况之下 他比较有机会可以带到八成 但是问题在于说 第一个房子也不是在捷运的周边 那第二个他贷款的额度 看起来坦白说超过50年以上房子 只能算土地的价值 不能够算上面建物的价值 因为建物价值 几乎已经是归零了 所以你要带到那么高的额度很困难 像我有一个朋友之前 曾经在台北市 要去买赠延平北路上面的 这个公寓的三楼 那他要买的时候 那个房子屋龄本身也是52年 那他去跟银行带的时候 他希望跟银行带到八成 但银行只愿意给他带到六成而已 然后所以他当时还跑来找我要周转这笔钱 然后他的身份是知名的房仲品牌的经理 所以连他这样的身份要去这个50年以上老屋 要带到八成都有这样的困难 所以他去带到这个陈述呢 当然就会有人会认为说带这个陈述呢 这个一般人恐怕不是很容易做得到 那当然他有个前提 看他的房屋的土地价值 银行对他的看法 是不是认为他有这个价值 明玉姐我们今天要再次走房贷路线 安心贷 开始了开始 现在这个网友都帮他取了一个叫做安心贷 就是大家以后北复營如果要不带给你就说 那我要比照安心贷的一个条件 但是他才有这个条件吧 对那谁知道你不是徐晓星的 那我先来讲两件事 你可以看今天徐晓星 他在立法院的回应 你看我这个零压历史 你讲到什么金华城 讲到他那个房子 什么容积率的部分 其实我觉得他是有点滴沟到蔡州 因为人家是指说你这个房子 这边如果都更的话 你的房子是一千八百万可以暴增 如果你以那边的这个刚刚清房有讲 你以那边的那个市值现在来看的话 你是可以暴增到上涨到六千万的空间 所以他故意去讲说 金华城的容积率变大 跟我家的这个容积率变大有什么关系 没有人说你家容积率会变大 大家是在讲你那边 如果都更之后 再加上他自己力推的铁道博物馆 还有他在复盛公园旁边 他那个location 你家前面有大绿地 对不对 那还有这个商办在那边 如果你那边整块都更起来 你家的房子是会暴增的 就他地购道菜都 就那边讲说 金华城容积率增加 我家容积率怎么会增加呢 有什么关系呢 我觉得没有人在讲你这件事情 如果你正确诚实的回答说 是到时候如果都更之后 一定有这样的条件 好感谢 这样不就得了 对啊 里长也去 他那天那个里长也讲了 确实那边如果都更的话 李明确实是会受贿 大家是质疑你这一点 但是你可以看 他今天回答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是那个就是地购道菜都故意 这样给你乱回答 去转移交点 那再来 但是大家如果追问到他富邦 有没有抄待这件事情 他就整个嘴巴闭起来了 他就讲说 我没有违法 有违法就告我 他从头到尾就只能这样讲 但事实上有没有 这个大家都质疑 因为讲了他那个房子是五十四年 不是中谷屋 那已经是上谷屋 他那个谷已经是很谷了 所以建屋残职是零 好不好 残职是零 对 建屋残职是零 建屋残职是零 土地 土地 当然就他就说 你要都更起来嘛 那重点是你都更怎么 你会不会成功 谁会知道 目前还不知道 那个里长就讲了 他们那边第一次都更是失败的 拼都更没有说 但是就是现在大家 我觉得最有问题的啦 其实又是北复营这一条啦 刚刚范老师有讲了嘛 怎么那么巧 全部都是北复营 那你这一次 包括昨天小平哥 昨天小平哥 大家觉得他有点火上加油啦 他说那时候徐晓信要买房子的时候 徐晓信很菜 所以他跑到办公室 他就说因为他很照顾这些新人 所以呢 他有问他说 小平哥你是不是有认识富邦的啊 他说我认识啊 好那我跟我老公结婚要买房子啊 那所以哦 所以中小平说 他有把富邦的经理找来哦 有把富邦银行找来哦 然后跟宋山信有关 所以他就买那个房子了 有啊上次讲 培动的房子跟这个房子都是北复营 都是北复营啊 北复营本来给台北市议员 就有一些条件跟优惠 但是要有条件 对但那你讲到条件 你讲到条件 说实在你说议员 议员多大 议员算是大没错 可是问题是议员在那个银行的评估里面 你是高风险行业 因为你有可能四年你就失业 所以你意思说北复营真正 如果按照议员给的条件 也不可能给这么好 当然不是 我讲的是实话 你议员是高风险行业哦 譬如说像公务员 他可能可以做很久 议员你有可能四年 四年你就可能落选 你就失业啊 所以议员是高风险行业 没关系 有特权就给 好那回过头来 我还是要讲了 就说奇怪 怎么这个刚好都是北复营 你这个北复营 你的五十四年房子 你一千八百万 你可以带到八成 因为按照刚刚大家讲的嘛 就是你分析你一般的行情 你五十年的房子 你最多四到六成 六成已经是很紧绷了 八成是非常非常罕见 基本上很少啦 再加上他婆婆 你看他本来是那个 一千一的房子 可以到一四五零嘛 所以为什么通通都是在他们家 会出现要不然不是抄贷 要不然就是说你股 上股的房子可以带到八成 怎么可能台北复营 针对上股屋能够给这么多的贷款 而且两个都是北复营 两个都是北复营 所以我就说嘛 那北复营 是不是最近又要开始发声明了 我觉得薛小新的操作又在那边 可能隔天 明天他可能要拿简讯出来了 请问你是北复营的某小姐吗 是请问你 请问我有抄贷状况吗 没有 三个礼拜前你帮我恢复记忆了 但是要注意哦 你的那个那个LINE的对话 要先把那个电话 那个五分多钟电话先截掉 我不要忘记哦 所以我觉得他有可能又再玩一次 那有可能这个北复营 就这几天又要发声明了 没有抄贷 没有关说 没有例外处理情况 可是不管你在怎么样的声明 这个就跟大家外界一般 我们这个借贷的状况 其实是不一样 我最后讲其实我觉得就是北复营这件事情 我认为绝对有问题 绝对有问题 那但是呢 还有这个许小新的财产 大家也是觉得他非常非常的惊人 大家还记得吗 就前几天在报 报他说他的财产暴增 他的财产是那个2022年 他本来是458万的损款 到2023年 他暴增到873万 才一年多一倍 一年多的时间 他财产暴增到415万 好就算他跟他老公就要谈 两个人的年薪合起来 大家帮他算过 他们两个年薪合起来是420万 420万 好会赚 他的财产一年 可以暴增到415万 你看他这个房子有房贷 对不对 他的房子有房贷 可能他现在还在付那个 可能还可能没有付到本金 可是就算你没有付本金的话 你一个月 你一个月 你至少贷款也有利息 对不对 然后他还之前给他婆婆一百万 然后一张卫生纸 大家还记得吧 对不对 然后再加上说 哇 他的那个穿戴用名牌 这个是昨天四叉猫又把他拿出来 你看他不是说他那个库洛敏 这边有个死亡笔记本吗 他的这个po出来是这个笔记本是这个 可是大家注意到他的衣服 衣服啊 哇四叉猫厉害 就马上就去找了这件衣服 这件衣服呢 按照这个品牌的逻辑啊 是一万四千块钱 一套洋装一万四 一万四 因为这是名牌啦 对所以你看他的身上穿戴都是名牌 名牌名牌名牌 然后这个配件也是名牌 衣服又是名牌 然后又三不五十 还可以借他婆婆一百万 然后房子买要投席款 他一年财产还可以暴增四百万 我就觉得说天啊 他们家真的是理财有道 他的这个财产来源 要不要好好的交代一下 冠田委员我知道你要讲 你觉得这个房子在贷款 也问题很大 不一定有问题啦 是如果有好方式要跟大家分享 今天大家在期待是 许晓鑫早上应该跟大家讲 一千七百八十八万的房子 怎么贷到一千六百多万 教大家全民来分享 我跟大家报告 全国观众朋友 今天早上 所有台湾的银行里面 负责房贷部门的主管 大家都忙疯了 你都接到各种朋友的电话 问说 许晓鑫这样状况 什么状况底下 可以满足可以带 我今天上节目之前 我特别请教我一个朋友 也是在银行里面做房贷的 真的是多年的好友 他跟我认真是认真的 解析的许晓鑫这个案子 怎么带到的 我跟大家讲 先讲结论 结论是 表面上也许不一定违法 可是背后问题真的很大 首先第一个点 回到新华哥刚才说的 五十几年的房子 大家在估值的时候 地上物基本上残值趋近于零 米姐有说零 所以估的关键变成是 土地的价值 OK 好 土地这样子来了 我们来看一下 许晓鑫的财产申报 他的土地到底有多大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松山区的这一段的房子 总共他的土地面积范围是 占一百零八平方公尺的四分之一 好 我前来跟你们换算 换算完大概是八坪 所以许晓鑫的这一间三楼的公寓 他换算成这里的土地的一个坪数 是八坪 八坪 如果以旁边的土地的价值 未来有可能拼都庚 一坪算你两百五十万 可以 那地方有这个条件 绝对有 绝对不夸张 那乘下来之后 比方说八坪乘以两百五十万 是不是变成大概两千万 差不多 带个八成 一千六刚好而已 有问题吗 问题大了 到这里就深水区了 有两种可能可以带到 一种可能就是 你 这不是 这不是 就是说这里的地上 已经全部都干干净净净 没有什么都干问题 未来已经建案 随时可以建下去 对的 他在可预期的未来 这里不会变成是 继续是老旧房子 而是一个会更新的地区 简单来讲啊 第一种状况就是 你能保证都干会成功啊 已经确定成功了 对 才有可能 这个这样 对不对 第二种可能就是 你今天我 我先讲第一种可能的 真实情形是几率很低 为什么 因为银行 我今天特别问了 银行面对这种都干的案子 不会给你带到这种陈述 因为没人可以保证 我刚才讲可能可以保证 可是真实情形是没有人可以保证 所以才会是外界讲的 五层六层 今天前台中市委员张耀忠 因为他是地震市 他跳出跟大家讲说 这绝对是超带 结果我们讲到社群平台下面 有很多人 可是徐晓鑫支持者 讲说我也是地震市 那个五十年的房子 也有机会带到八层 台北市 这个土地的面积跟价值 有这个价值也带得到 那我跟大家报告 他们永远不敢跟你讲下一段 他们只跟你讲带到这钱 对不对 但不会跟你讲带几年 第二个才是深水区 今天的状况是这样 我刚才前面讲 都庚如果给你陈述 你带正常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 五六成而已 而今天这个案子 如果可以带到八成以上 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你的年份非常非常的短 举例 这个案子一千六百二十七万 如果只带十年 有可能过 我讲 十年算短 十年有可能过 短的 可是我跟大家报告 如果十年 大家知道徐晓鑫 一个月要付多少 房贷吗 平均一百万五千块 如果十年 他一个月要付十四万 那这样子 我之前帮徐晓鑫讲话说 他的财产有可能累积 那就不可能累积啊 因为那个弄太重 如果今天是带四十年 今天是带四十年 一个月付五万嘛 今天是带十年 就一个月付十四万嘛 所以这只有这两种可能 徐晓鑫没跟大家讲清楚嘛 第一种可能 就是你真的是讲说都庚 然后你用什么方式 去说服别人说 这里都庚绝对会成功 我才有可能可以到这个金额嘛 讲白了 第一种可能就是 一定是滥用权势啦 因为老实讲 问银行负责贷款都知道了 你去用压力给对方 才有可能带到这陈述 而且又压北负云 对就是北负 北负云配合度高 这第一种可能嘛 第二种可能是完全合法 完全没有用任何压力 没有给任何施压 那只有这可能 就是你的贷的年数非常的短嘛 可是你当你年数贷的短 那你的财产就不可能累积 像过去大家讲 一年之内增加好几百万 我最后讲的核心 银行贷款给你 他最后房子一种状况 就是温瑶哥讲的 你还不出来 还不出来 有时候帮你法拍 这个案子大家会觉得奇怪的点是 这个房子五十几年的 法拍没价值嘛 他的法拍价值会低于 他现在所带到的 一千六百多万嘛 绝对 这个地方法拍 绝对法拍出来价值 低于一千六百多万 所以不会有银行 做这种事的 徐晓鑫现在只能咬住一个 违法不然咬我啊 违法 一定都不会违法 因为他们内控机制 一定比法规更严 可是现在是要问的一个问题 全台湾的观众朋友 你今天打电话 去台北富邦银行 说我要比照 徐晓鑫的安心贷方案 贷给我 你带得到 请跟我们讲 请跟我组合情联络 跟全国大家讲说 这不是特权 大家都带得到 我认为找到任何第二个了 其实我们都知道 国民党是很有向心的一个政党 我相信民进党 民众党都是啦 但是我觉得 刚刚每个观众 每个来宾都说得很正确 有时候把那个方法 都推论得很正确 但我必须说 从巧新的这个案件来看 我可以说两件事情 巧新是问题不大的 第一个是贷款的问题 跟他金华城的直接关系 是问题不大的 为什么 第一个首先讲金华城 因为我们都知道 每个都市计划 或者是推动都更的 最后决策者 基本上都是市政府 那议员关系 或是民众陈情 他基本上是间接的关心 他没有直接的关系 但如果有直接关系 那就是问题大了嘛 对不对 但是目前很多人说的 都没有放弃去佐证 说有直接的关系 所以我觉得目前看起来 他跟金华城案子问题不大 而且金华城问题 还是要回到柯文城 那时候是否 柯文城的问题才大 再说贷款的问题 大家说很多的方法嘛 对不对 先不撇开他的财产申报这个问题 贷款的角色 他就是一个申请者嘛 对不对 申请的角色 那也要对方愿意带给他嘛 对不对 但这个是申请者 那大家可以 我觉得该出来说明 是台北富邦银行 你这人该说清楚 为什么你有读后 这个方案给许巧新 这是台北富邦 所以你也认为说 北富银读后许巧新 那你现在竟然是要 北富银出来讲 我是受害者 看起来是不公平的嘛 可是他有 他有出来说 之前有一段时间 他不是发了一个 所谓的email 给所有的客户说 我们都没有什么类似 土利谁谁谁这样子嘛 独厚谁谁谁 但是看起来很多的爆料 很多来宾都爆料嘛 看起来就是有 所谓的 刚刚你说很对啊 是不是有 你已经预想到之后 会有独更 所以你带给他 将近八成这个金额 合理的怀疑 对不对 合理怀疑嘛 所以这东西 不需要巧新来解释 而是台北富邦 你为什么要带给他 因为你核准的嘛 谁核准谁负责啊 对不对 巧新他就是申请者 我说实在 他之后 他代理不是不用还 别人来帮他 徐晓鑫做澄清 因为他今天他是 徐晓鑫嘛 而且他当时的身份 是台北市议员嘛 台北市议员 你可以是监督 北富邦的嘛 那所以啊 这件事情 我跟你讲了 我可以想见 这个到时候 北富邦的声明 又跟他当时 又一样嘛 你看那天哦 他即使北富邦 发不出声明哦 可是他只有讲说 我们没有超带 没有关缩 没有例外状况 可是事实上 你所有的证据 你都没有拿出来 而且他没有第三方公正 就是等于说 这件事情 台北富邦 你要不要出来说清楚 我觉得台北市议会 应该是有这个职权 去要求他来说清楚 但是我回到说 巧欣就是买房子 这个问题嘛 大家都知道 买房子它不是一个罪 但是我觉得 身为一个政治人物 不论你是新购的房子 光你的老家 你住在这里 我60年 从小住在这 你旁边如果有一个 所谓的捷运站 有个百货公司 因此被 你的那边的房价翻身 都有可能被质疑 尤其是你在议员的任职内 买了一个房子 那未来会不会都更 这会不会放大质疑嘛 当然会 但是 只要说清楚就没事嘛 对不对 大家要质疑点 你到底没有利用职权 有没有对价的关系 但是问题是 就你认识的同党委员 你觉得他会说清楚吗 所以我说了嘛 很多政治人物 我们说出去的话 跟自己做过的言行 或是做过的公计 其实就像贷款一样 不是不用还 迟早都要还 米娱姐在无奈啦 第二个啦 第一个就是说 巧欣他很喜欢开战场 他就是 他战场都是他自己开的 因为从头到尾 他就很喜欢 就说 他可以乱枪打鸟啦 我今天开这个北复营 我第二天开精华城 我就开很多战场 比如说外交部 我就一直转移焦点 他就转移大家 对那个诈欺 想要那个诈骗集团的焦点 他想要这样子嘛 那现在他更大条 是他那个外交部 泄密被告了嘛 所以他现在要开 很多很多的战场 让大家来忘记这件事情 可是说不知 他战场开越多 也给自己人火上升 还有很多事情 他如果讲不清楚的话 他就开始 我跟你讲 他一开始就 人家根本不是讲你这个 你就偏偏要讲说 那个什么容积率 跟我家容积率 有什么关系 不是在讲你这个 我就要讲啦 北复营这件事情 如果你没有第三方公正的话 没有一间银行 会承认自己抄贷啦 今天北复营会承认说 对 我就是抄贷给徐晓晶 那会这样吗 不可能吗 所以你一定要第三方公正嘛 所以我当然也呼吁台北市议会 他现在的金管会 不来都不行啊 一定来 一定查 你要嘛 如果就是台北市议会 自己自清 要嘛就是你那个金管会 要下来 我今天有个方式 我真的记得 徐晓晶可以自清 而且很简单 徐晓晶找台湾 任何一间其他银行 你转贷到哪一间 他愿意接这个数字 这不可能 不是台北复营银行 那就解决了哦 这台湾不是只有台北复营银行 可以带他给他 但是另外一间银行 就会遭殃了 因为全台湾的民众 就会去找你来贷款 你要想清楚哦 光大哥刚才议员都有说啦 这件事情你说它违法 好像没有很明显 可是对于社会观感 不是很好 而且里面可能有一些 特权推动的状况 还有有时候问A答B 一直不断令P战场 以为观众朋友都看不懂 他在讲什么 没有 买五十几年的老工艺 跟那个买法拍屋一样 那都叫做都庚蟑螂 法拍屋有法拍屋蟑螂 法拍屋你买的时候 必须要限尊准备 财力必须要雄厚 它不是在分期贷款 付给法院 这个分期负款不是的 要现金一次交易的 买这种老工艺 就是都庚蟑螂 我就是要赌他都庚 我买这个东西 可是口袋